平均秋菸跟愛愛生 哪個妳最受不了 所以妳能接受對面 跟咚咚咚 最起碼它是一個愛的表現 但秋菸對身體不好 我覺得真的不能咚咚咚 那個對單身狗來說 是一種 折磨 心理上跟生理上的折磨 讓我每天都要聽到 他還沒有的聲音 我以為我會沒辦法 每天誰受得了啊 對啊 妳也受不了啊 不可能每天 不要欺騙人啊 因為我每天早就想 那個是那個男生啊 請問一下 喂 如果每天那個男生 今晚11點 地球人請回答 歡迎